当地时间,2018年12月3日,美国华盛顿,美国总统特朗普邪夫人梅拉尼亚,前往国会大厦,原型大厅赞养老布什灵鹫,并敬礼,向一股前总统表达敬意,随后,他邪夫人梅拉尼亚转身离开,没有致到辞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据此前报道,3日下午5点左右,老布什的灵鹫,送抵美国国会大厦,当日晚上7点半至8点45分,公众前往瞻仰,图片署名,东方IC,瞻仰西结束后,老布什的灵鹫,将于当地时间5日,被运往华盛歌国家大教堂,在那里举行国葬仪式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白宫次前声明,特朗普总统将把12月5日周三定位全国哀悼日,当日股市将修饰一天,美国全国上下的联邦机构也将关闭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国葬结束后,老布什的遗体将返回休斯敦,并在6日的私人葬礼,前举行公众瞻仰仪式,在那以后,老布什将被葬在布什总统 图书馆博物馆的家族目的中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在老布什的追悼会上,布总统彭斯,国会政要,内阁成员外以及最高法院八名大法官都出席了活动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代表参院至此,回顾了老布什的从政生涯,称他的稳妥手段保证美国走在正轨上几十年。 先是作为飞行员,然后是国会议员,大使,驻中国大使,中央情报局局长,副总统兼指挥官,最后是总统。图片署名,东方IC,即将退休的众议院议长。 瑞安代表众议院发言,他称赞老布什是伟大的领导者和一个好人。瑞安说,他是我有机会投票的第一位总统,而且他是第一位教会我和我们。 许多人在民主制度下,有时候你会失败以及你将如何处理这一点的总统,这与你如何取胜同样重要。图片署名,东方IC,副总统彭斯则代表特朗普内阁发言。 他称赞了老布什服兵役期间所做的贡献,并称赞他在战时带领美国前进。 彭斯说,只要见过他的人就会知道,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善意,他在公共服务的所有岁月都秉持了善良、谦逊、爱国的特质、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追到活动的最后阶段,老布什的家人,正要纷纷上前,向灵旧中老布什做最后道别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